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题目是无花果和藻 就是我要讲的两种的那个果子 第一个是无花果 第二个是藻 就是什么红藻或者呼伦吞藻那个藻 所以我分别讲这个两个果子 先讲那个无花果 然后再讲那个藻 圣经多次提及到无花果 大概有七十次 尤其在那个福音书 耶稣他多次提到的 那么圣经第一次提到无花果呢 竟然是早于那个伊甸园里的 就是提到我们人类的那个始祖 亚当夏娃 他们犯罪之后呢 就是用无花果 树的那个叶子 变成裙子 来遮盖他们那个 持裸的身体 在《生命记》的八章八节 有这么样子的记载 就是说到在迦南应许之地呢 这个应许的美地 所出产的七种宝贵的食物呢 当中就有无花果 无花果树了 我在读《生命记》八章八节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那地也有橄榄油和蜂蜜 古生物学家 他们估计呢 大概是五千年前 就是那个地理的那个看法 在土耳其的那个西北部 就是在那个地方 也许就是有人 首先把野生的那个 无花果树呢 培植栽种而来的 所以在那个地中海地区呢 很多那个考古那个遗址呢 都有发现到有无花果 那个痕迹 而且呢 他们找到呢 最早的 大概就是五千年前左右的了 无花果树呢 它可以在气候炎热干燥的那个地方 或者是那个土耳 贫瘠的那个沙石的那个地方呢 生长的 它可以怎么样子啊 在很热的 炎热的 干燥的 气候 而那个土地呢 土耳呢 是盆瘠的 怎么样子的沙石的那个土地所能够生长的 那所以呢 尤其是就是适合在那个地中海一带的地区 尤其在那个以色列地啊 那么古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把葡萄 葡萄 橄楼和无花果 分为提供那个粮食的三大果子 特别有一节的经文 是在那个《猎王记》上 四章二十五节 那你是怎么样说呢 就是提及到 各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安然居住 这一句话呢 正好比喻是太平盛世 就是老百姓都可以很安宁的居住 个人都住在那个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你知道吗 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葡萄树 葡萄树和那个无花果树 就是那个很平安啊 不需要兵荒马乱的怎么样子啊 可以常年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居住下来 你才可以有时间 花功夫去培植 去种植那些葡萄藤和那个无花果树 因为无花果树呢 你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呢 它才可以长成 而那个解除那个果子来的 无花果树呢 可以长高达五到八米这么高 而且呢 它的树叶呢 是宽大 就好像两个张开的那个手掌这么大 所以难怪呢 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 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 特别去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 来变成裙子来遮起了 那么结成的那个果子呢 就是胡花果呢 每一粒大概有一个鸡蛋这么大 而且呢 那个味道是很甘甜的 里面呢 里面呢 含有那种柔软细小的那些子粒 但是很柔软 也一起可以吃下去 所以非常富有营养 而且可以冲击的 另外就是无花果呢 有深棕绿色的 绿色有的时候可以说是 鲜艳的绿色 但是一般都是深棕绿色 但是呢 有一些那个无花果呢 是会深紫色的 所以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不同的品种 而且呢 那个无花果那个果皮呢 是很薄 很薄 新鲜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破损 所以呢 那个 假如要现代的那个 要运在那个 那个无花果呢 要特别去好好去 怎么样 包装啊 保护它 让它那个果皮呢 不会那个 破损 不然的话呢 烂掉呢 就不容易呢 卖出去 那么 因为容易破损呢 所以呢 无花果一成熟的话呢 就要尽量快吃掉 就不宜 就留下来 所以为什么呢 在生产那个 那个 无花果的季节的时候呢 一般就是尽量吃 但是 还是因为生产的季节 那很多都吃不下 吃不掉 所以呢 通常会把 古人已经懂的 就是把无花果呢 会晒干 风干 晒干 然后呢 把它压扁 成为 无花果的那个饼 好 果饼 无花果饼 而且呢 这个无花果饼呢 可以存放 一两年 这么久 也可以 还可以呢 能够食用 也方便携带 出门 远行的时候呢 在路途中呢 冲击 可以吃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呢 曾经多次的 那个提到 那个 无花果饼 有无花果饼 在圣经里面提到的 那么 无花果 就好像它的名字样子 说这个果子呢 是没有花的 它 在树上 生长 结果的时候呢 看不到有花 所以就叫无花果 其实 这个果实是有花的 但是我们 人呢 看不到 原来 那个果实呢 它里面有 那个小孔 那花长 它的花 这个无花果的花呢 它开始成长的时候呢 开始有这个果里面呢 这个小小的洞啊 小孔里面呢 已经长了一些花了 所以看不到 以为它没有花 就说它无花 然后这个洞里面呢 它的顶的 就是顶上的部分呢 长的是雄性的花 好奇怪啊 也很奇妙 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植物 甚至有一些 那个水果的 那个果树呢 有分那个雄性 和雌性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果树 那 无花果呢 它是美 它的 它的 果子呢 里面的花呢 有雄性 和雌性的花 那顶上的部分 长的是雄性的花 那底下的部分 长的是雌性的花 那么 怎么样子呢 原来无花果呢 需要一种昆虫 类于那个 蜜蜂 一种很细小的黄蜂 需要 特别需要 这一种昆虫呢 进到那个 小孔里面 因为 它要 采那个花粉 所以呢 它会 沾到 那个雄性的 那个花粉 然后 当这个 小 黄蜂呢 离开 这个 一棵树的 那个 果子 身上 沾了那些 雄性的 花的花粉呢 它去到 另一棵树 钻到 另一棵 一粒 那个 无花果 那个 那个 小栋里面 它身上 那个雄性的 花粉呢 都 传授给 那个 雌性的 那个花 这样子呢 这个 受了那个 花粉 那个 雌性的 那个花呢 才会 令到 那个 胡花果呢 成功的 那个成长 所以 讲起来 是不简单 假如没有 那个 昆虫 没有那个 小黄蜂 替那个 啊 呃 呃 无花果 那个 传播 那个花粉 的话呢 那么 这一棵 啊 无花果树 就 不会有 果子了 就 截不出 果子了 啊 难怪 在那个 福音书里面呢 记载到 耶稣 曾经 因为一棵 无花果树 没有 结了 果子呢 就 诅咒 他 哈 当然 福音书 这个记载呢 有 另一个层面的 那个 啊 属灵的意思 在里面的哈 那个 这个 会在 另外的 啊 那个 呃 题材的时候呢 会跟观众你们呢 呃 解释 交代 分享 但是 这里我还是回到那个 呃 果子 就是 五花果啊 那么啊 我们知道 原来那个 五花果呢 它有这么特别的 那个 他们的那个 那个 生理的 那个 情况 啊 但是 这个是大自然的那个设计啊 啊 那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 有这么啊 多样 多种的那个 呃 植物 其中也不少是那个 呃 会结果子的 那个 呃 果树 啊 甚至 圣经一开手 讲到 上帝 呃 那个创造 这个世界 已经提及到 有 果树 他们会 结了 那个果子 然后要给我们人类 呃 使用 呃 呃 亚当 瞎话呢 也不会因为 不听上帝的话 而犯罪 是吗 但是呢 到了 圣经 呃 的最后 结尾 就是 在 启示录里面呢 提到 新天 新地的时候呢 也有 提到 有会 结 果子的 那个果树的 哈 但是 究竟那里是怎样说呢 那就要观众你们自己打开圣经 去寻找 去啊 看那些啊 章节呢 去来阅读呢 看看是讲到的是什么 样的果子 结的是什么果子哈 好了 刚才呢 我已经讲过那个五花果 特别是那个 呃 它是怎么会样呢 呃 会结果的 就是因为有分那个 雄性的跟雌性的那个花朵 那另外我要讲的果子呢 就是 枣啊 枣 我们 呃 中国人呢 自古以来呢 也有这个果子 呃 呃 南方人 我们吃呢 是红枣啊 红枣 那古达已经有枣的记载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成语啊 呼伦吞枣 这个啊 这样子说 那么圣经也有提到 这个枣 这个果子 呃 这个枣呢 是生长在 呃 一种这个 棕树上 啊 它是一种 棕树的那个果子 而且呢 啊 这些那个枣 棕树呢 是长得挺高大的 哈 挺高大的 所以呢 当这些树呢 啊 棕树呢 结了 结了那些 枣 是一大瓜 一大瓜的 啊 啊 啊 我有机会看到 啊 而且呢 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啊 啊 那这种那个棕树呢 这个植物呢 啊 啊 它长出来那个 假如是一大瓜那个枣子呢 是非常的啊 啊 怎么样说呢 啊 啊 我看呢 我就真的呢 很惊讶 也很难忘 所以呢 我有拍了一些照片 现在给你们看的呢 啊 这一张呢 就是在那个 耶利哥城 啊 里面我看到的 那那个棕树 是挺高的 我 我没有把整棕树的 那个照片拍下来 只是特别 啊 跑到 那一大瓜的 那个枣子去拍 你看到这一大瓜的枣子呢 啊 我想 啊 因为你看 你们看它还是青色的 所以呢 还没有熟 还没有成熟 那么啊 已经这么一大瓜 我想呢 可能有五公斤到十公斤 整个一大瓜 啊 那另外一张给你们看呢 是比较远一点看的 但是还没有把整棕树拍下来 因为背景有其他的人造的 就是建筑物啊 别的枣物就不想拍下来 只有把那个一大瓜的那个枣子 跟它的树比较 那个怎么样子呢 就把这个照片呢 就取这个角度呢 拍下来 那让观众你们来来看看 在那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枣子呢 其实提出的那个 提到这个枣呢 次数不多 大概有十多次吧 在圣经里面 但是呢 特别一个地方 一个经文就是在 雅各第七 雅各书第七章 第七节 就提到这个枣树呢 说这个枣树呢 是怎么高大的 而且呢 在那个啊 这个树会在那个叶子之下呢 结出一大瓜枣 那雅各七章七节呢 说到啊 这种枣树呢 这茂密的景象 是要用来比喻 两个人相爱 两个人相爱 因为这个是在 雅各里面提到的 枣 原来枣有这个比喻 枣树的一大瓜的枣 那么 结出来的果子枣呢 是非常甜的 很甜 它甜到那个程度呢 可以媲美那个蜂蜜 所以呢 在创世纪的那个 四十三章十一节呢 就将那个用来 榨汁的那个枣子呢 来和那个蜂蜜呢 来相提并论 这个是在那个 创世纪四十三章的 我有机会 吃到那个枣子 因为我在欧洲生活 尤其在法国 跟北非的以前的殖民地呢 都有很大的 那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当地的那个生产的 那个枣子呢 大量的运到欧洲去 尤其是法国去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 买到 买到那个北非 出产的 那个枣子 我可以告诉你 北非出产的那个枣子 就好像你看到呢 我给你们看到的那个照片 现在给你们看 这一张呢 就是我在北非的那个 突尼西亚 看到 另外一张 我就是 你会看到我在里面 我还将手指着 那个树上 那个枣子 这一棵棕树呢 它 长出的一大瓜 那个枣子呢 已经呢 大部分 已经呢 掉落了 可能给 旁边的那个村民呢 已经呢 采摘下来 但是呢 还剩下 几粒在那个树上 我就去 摘下来吃 是非常 非常的甜蜜的 好甜 甜到那个程度呢 好像已经 我不敢说苦 但是真的很甜 很甜 可以媲美那个蜂蜜 就是因为 这个枣子这么甜呢 它不容易坏 所以呢 从北非运到 那个欧洲去 出售的那个枣子呢 它们已经呢 半干的了 但是呢 还有那个 不是硬的 因为还是软软的 是非常甜的 它不会 不会坏 也不需要什么防腐的 那个 用防腐的 那个防腐机 可以放 存放两年 三年呢 都可以吃 不会坏 只是也许不会太新鲜 因为我们还是讲 就要吃一些新鲜的 那个 果子 食物呢 我们还是尽量 吃新鲜的 不要吃那些 存放了多年的 那个食物 但是可以告诉你 这枣子 因为这么甜呢 它不容易腐坏的 所以 古代 圣经时代的 那个时候的人呢 已经懂得 会用那个 就是 去用那个枣子呢 也可以呢 把那个枣子呢 作为那个 出门 旅行的时候呢 携带 用来 冲击的 那个食物 那枣 棕树呢 就好像木瓜树 我刚才说到 有一些树是雄性的 有一些是 雌性的 那木瓜树 就是有这个区分 所以那些 雄性的木瓜 你不会 从来不会 看到书上 有那个木瓜 那那个 枣树树也是这样子 有分那个雄性的 跟雌性的 那个棕树 所以那 那个雄性的棕树呢 只会看到 它有花 那不会 结出一瓜一瓜的 那个枣子 雌性的那个 棕树就有 就会有了 但是还是需要呢 有那个 瘦瘦花粉 花粉 才会呢 结出一大瓜 一大瓜的 那个枣子的 那个果子 最后就是要说 枣树呢 因为会结成 好像我照片 给你们看的 一大瓜的 那个枣子的 那个果子呢 所以呢 枣树 枣树 因为会果实雷雷 所以呢 它也可以象征什么呢 就是繁殖和丰收 繁殖和丰收 那么 这几次呢 我都跟观众你们分享到 那个大自然 奇妙的 就是上帝创造 这个大自然 这么多奇妙的 那个植物 有这么多种 多样的那个树木 那其中呢 不少的树木呢 会那个 解除果子 让我们 人类来享用 那我们作为 那个 上帝 所 创造的 也得到 上帝所 创造的 这个大自然的 这么 美妙的 那个植物 这个果子 是给我们 作为食物呢 我们应该 会存着 那个感恩的心 去享用 但是 也需要 懂得去 好好的 保护 大自然 这么多的 美妙的 那些植物 尤其那些会 接那个 果子的 那个果树 好了 观众 我们今天 要讲的 这个 五花果树 和那个枣树 这两种的 果树 的果子呢 的时间已经够了 那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 你们来收看 收听我们 这个节目 我们时间到了 那么谢谢 我们下一次 再会 我会 我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